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个 不要那么沉重 讲一个比较轻松的答案, 轻松之中又是沉重 因为政治气氛沉重 是说什么呢? 就是香港刚刚有两位作家 在台湾第四十八届金鼎奖里面拿到嘉许 但是与此同时, 大陆在香港的意识形态 压制得很重要的, 是吧? 在大陆最近出现了一些 去向自己的党员 总之你不听话, 意识形态里面异化那些 最近是密集式公布他们的罪作 我为什么用密集式公布这个词呢? 大家可以看到, 待会我举一些例子 是在一段时间里面突然公布的 不同的地方都公布的 这个总体反映的就是 有些官员是很担心 意识形态失控 然后失控的时候 就会令人对凝聚力打折扣 而且是打很多折扣的 这个对管治又不好 所以这是一个连锁反映出来的情况 我们过去都提过很多意见 是希望能够加强凝聚力等等 但是是没用的嘛 他的心态不是我们的 平常人或正常人的心态 所以今天将近期的一些意识形态的 现象和监控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了, 先讲回香港的两位作者 香港的两位作者 一个叫做梁丽芝 芝, 芝小的芝, 芝太的芝 她的一本书叫做《树的忧屈》 另外一位是廖偉堂 她得奖的那本书叫做《劫后书》 这两本书都在台湾刚刚这一届的金顶奖里获得加 香港作者在那边当然大家觉得 好, 过去都有拿过的 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两位作者 刚刚在七月香港书展里面 他另外一个书被下架 卖卖下的时候被下架 是吧? 那梁丽芝那本是叫做《日常运动》 那里面就据说不知道是不是真正官方要下架的理由 但是是涉及2019反修例的事件的 是吧? 那跟着呢 这个 廖偉堂那本叫做《末日连集》 那官方或者有关单位 他不会跟你说是什么内容 因为什么要你下架 那总之他有权 他只是用了权的 好了 那现在台湾那边就觉得 他们的作品或者能力 那个的 怎么说呢 从文化、文学角度 应该拿奖啊 所以就有另外两本书是拿奖的 那作者 就是梁丽芝领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他说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 就是 大家作家都有免于恐惧的 创作自由 那就是换句话说呢 你现在港府在香港的做法 当然 你可以说强调 保护国家安全 保护政权安全 但是你的界线现在是无限扩大到 别人觉得普通人、正常人都觉得没问题的那些东西 你们是在没有充分或者令人说服的解释之下 来执行嘛 那这个才是令人感觉的难处在这儿了 你叫人怎样适应呢 不要紧要你说禁我 你就举例了这本书是哪里哪里 但你又不会的 你又不敢的 是吧 所以从这个例子 我们马上就想回 不是想回 是大陆告诉我们的 因为他最近这段时候 是不断去密集式公布了一批官员的意识形态 腐败扭曲 就有一系列的官员 因为第一看禁书 什么叫禁书 不知道 第二是因为在境外私下带入禁书 那里面的禁书是他们的官员 犯规犯例的就是官员 第三个就说他们抗拒组织调查 然后有个别就说带违禁影音作品回大陆 还有一个是说他长期阅读严重政治问题的电子书刊 他真的在大陆没出过来的 或者他犯这个事件不是在境外或在大陆的 这一堆就让人感觉到 也是很有问题的 就是所谓有问题 不知道是他们阅读有问题 还是官方的政策有问题 与此同时就有一位人士 这个国内公布了是公安部元反恐专员 刘若俊 这是副部级官员 他现在是被开除党籍了 接着会不会有刑事 法律的检控再看 这件案的特点是在于 他卸任了四年了 四年之后抄出来 可能如果是动现任来说 可能引起内部震动就更大了 他动以前那些 再看他的罪状 他说自从十八大以来 你都不收手 那就是他贪污 或者他出事 他有很多罪状的 包括私藏物件等等 那就是说十二年你都没有处理 你说他十八大 当时习近平是三零五身就说 你要反贪腐什么什么 从政策执行落实 如果说是成功的话 应该很好的 但是他现在对这个 刘若晋那个的检控 就是说他十八大 就是十二年前 到现在都没有收手 那为什么才是问题 所以内部很多人就猜了 猜了没有证据 就会不会是里面的权力分配 或者利益分配 去到一个抹面呢 我们不用权斗这个字的 因为不正确 总之就是利益分配 所以这个刘若晋 是成为了二十大 二十大到现在没多久而已 二十大以来第二位公安系统下台 出事的高官 刚刚说完这一堆的来说 你看看大陆最近的意识形态 是否控制得很重要的 举一堆 去密集式公布的例子 所谓密集式 是很短时间而已 不止是一两个月左右而已 好了 大家接着听我举一些例子 大家听了个名字 记不记得不要紧 大家拿个感觉而已 好了 江西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原党委的书记 也是兼总经理金城九 这个是长九个九 金城九现在商开了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就是怎样呢 就是因为他私下带了那些书 进入大陆 以下那些基本上是同类型的了 这样的内容是私下带进去 私下看 又抗拒组织 跟着又在大陆自己本身上网 也是专选一些负面的东西来看之类 好了 继续数快点 浙江政协元副主席朱重九 这个是王治鞭 那个九 跟着四川、成都、温州区 去到区里面 就是说很低级的那个官员 他都是监控的 那个区 温江区的人大常委员 党组副主任马静德 这个说他什么多项罪名 散布政治谣言 不知道是不是看完了之后在这里说 什么说呢 是聊天 那说被人录下了还是怎么样 又没有详情的 好了 跟着 甘肃文乐园 这个园级 就是区级 文乐园 袁书记李作明 他这个就是海外狮子 带了一些违禁的影像 那究竟是什么 是黄色 还是这个黄色是两个意思的 政治 你现在黄的不对 蓝的才对 那可能黄色 又是指色情那种 不知道 总之未有详情的 跟着 贵州贵阳市的原府市长林刚 他这个是没有在境外犯罪 是在大陆长期阅读 政治严重政治问题的电子书刊 那大家看到究竟是什么 接着还有山西 杨泉市的原副市长韩家政 河南省民政厅的副厅长杨磊 内蒙二连浩特的政协原副主席 玉智雲 哇 是很密集的 大家听完这个 不需要记得是我们的傻佬 有时候看到什么 我其实也很想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把别人这些你认为疑见 你认为是禁书的东西 你就逐步逐步开放 你看阔一点 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 是吧 你没有连一点这么多 拿着一粒芝麻就变成了西瓜 你慢慢慢慢放松 你不在那个源头里面 你自己紧张 下面那些就全部是很 很懂得按你的政策 来处理那个阶线的 我说现在大陆的官员 谁有吉使 谁有气魄 会反对中央那个口径 那个政策 他们一定是在你的口径之下 但是他们的理解口径 都会让你中央所理解的口径 松一点 是吧 所以现在低算没算低 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问题 你如果说低算是慢慢放高一点 这类案件就不会密集式出现的了 好了 那现在大家是怎么看这些 密集式公布的思想 或者意识人大错误呢 民间有民间的解读 不会单单听你官方所说的 好了 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 哇 这么密集讲这些 那就是最近这个情况非常严重了 已经严重到中央不能够不出手了 这个是很自然的解读 大陆的人是叫做反毒法 那你禁不了的 别人不说而已 心里面是这么想的 好了 第二个 大家就问了什么叫做禁书呢 或者被禁的刊物呢 又是没有官方的什么解读的 好了 大家就猜了 包括了几样东西 第一是歪曲党史 歪曲是括弧的 从官方角度当然是没有括弧了 但是大家当然是歪曲党史 或者刺痛了你某一样东西 你才会这么反弹 其中包括早期的路线斗争 当年毛泽东在世的时候 也有十次路线斗争 林彪是最后一次 以前和陈独秀 李立三 高刚尧 秀石 这些是我们的傻子才会记得的 好了 如果你说以前的路线斗争 大家会不会辐射到今时今日 有没有党内路线斗争 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是吧 但是如果引起 现在对党内有没有斗争的质疑 很可能是一个禁忌 但是大家都说 现在说是早期而已 而这些路线斗争是官方自己说出来的 是吧 到80年代的时候 当时是为了讨论得更清楚 所以连军方的出版社 或者总之是官方 都有很多当年红墙内外 揭露林彪 或者揭露四人帮 这些官方的 但是民间又有很多的作家 用回历史资料 是说回当时的宫廷政治的嘛 现在你说不行啊 不对啊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是吧 好了 这么小的范围 其中有些人说是国共内战 因为现在国共内战的解读 是共产党控制的嘛 你说抗战 现在忽然变成了十四年抗战的嘛 原本一直以来是八年抗战的嘛 连当年的朱德彭德怀 他们那个时候一直在讲话里面 他们有参与抗战的 他们都说八年抗战嘛 但是现在是有需要改成十四年抗战 是强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嘛 但是如果你说说真实的国共内战 那就是禁忌了 这些是大家估计的 其他反右啦 仁格啦 以至六四啦 更加不准说 连这个影射性的都不准说 那六四之后有一本小说 是武俠小说来的 是叫做什么 是天安派 天安派? 就是天安门? 是吧 跟这个 我不记得过的什么 就是叫做大鹏派 就是说李鹏咯 是吧 那这些当然没有了 这些书下 那跟着呢 那如果你是禁书的范畴 还有些什么呢 可能是领导人的避门 领导人其实现在不会有避门的嘛 是吧 因为没有人会出版的嘛 那也都说没有 领导人哪有避门而已 但是说以前的领导人呢 那那些来说呢 就是可能是令人联想的了 是吧 所以有些呢 大家都估计可能这个人是禁书的 好了禁书的另一个范围 就是涉及香港 台湾 或者西藏 或者新疆 那这些来说呢 那个内容呢 是很可能跟官方的口径不同的 比如说西藏 西藏有些人士呢 就是这个铁路未开的时候 那那个 怎么说呢 西藏的人是 只是 就是 挂着达赖 但是一开放了之后 很多中原的地方 西藏人出来 那变成了 反过来 达赖在西藏的影响更大 是吧 这个呢 官方自己本身也有承认的 是官方说是必须要禁止达赖 那个影响力 他是从正面角度去说的 但是 反映了 他不想见的情况是不断加剧 是吧 那跟着 还有一种是可能被视为禁输的 就是异见分子 这个异见分子不单止是政治 那个刘晓波的书肯定会再有 但是有时可能是经济的意见 就是觉得现在经济不行了 那就讲另外一种方法 但是呢 就跟现在官方政策不同的 讲一定要怎么开放 对美国的经贸关系怎么搞好 等等 那这一类呢 过去是拆边球的 因为你说经济不是说政治嘛 但是后来都 你这样就跟中央唱反调都被禁了 所以这一类又会不会禁输呢 是吧 那如果严重的又会不会变成政治问题呢 那这些都不是我们平民百姓可以理解的了 好了这个就是第二个民间引发出来的疑问 第三个疑问是怎样呢 就是说连远级的官员你看什么 网上看到什么你都知道 那就是怎样呢 说明监控是很严重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涉及 人类 现代 在四大自由里面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你说我不相信的 北京说我不相信这一回事的 我相信大家是相信中央而已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那就说明这个监控是很强的 那接着又有些网民就看这个监控是有 一个大帽子或者一个大网子 但是一定有疑问的嘛 所谓的疑问就是国内现在经常有的了 就是即使你看到那么多 那么多你怎么会过个足呢 譬如好像最近那个反对 就是扔钱去支援非洲 国内排山倒海啊 难道你个个一有这些你全禁了它吗 是吧 你个个捉了它吗 因为这个是很主流的民情来的嘛 那么你最多现在呢 就是严厉监控是选择的 你发现到了 又可以作为典型的 那你就去动它了 因为刚才说那些全部官员 他要党内的人 你不要异化先 你民间那些来说呢 他会可以 现在还有自由 他可以解决 因为他处理不了嘛 那就先找一些党官来处理 刚才说那些呢 现在全部下台了 是吧 但是找回以前那些罪行啊 是吧 那接着呢 第四个引发出来的 国内讨论 就是说你可以有你的专程机器 你可以宣传官方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看 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说靠一个思想控制的 行不行呢 我经常说 香港或者外国 都可以有中国共产党很多宣传的 别人给你落地的 别人给你的书 用外文英文翻译这么多的语文 给你卖的 但是影响有多大呢 是吧 那香港也有宣港团啊 那你怎样去处理这些问题 那成效是怎样呢 是吧 那这个才是关键嘛 那所以 如果你 我刚才所说的 你把你的红线移高一点 我相信没有人会敢反对 就是大陆的官员 没有人敢反对现在 港中央的政策的 但是你的底线不要去到 你点这么多 你都有人说人家有事 是吧 那你才可以 是真是解决正话说的那些问题 如果不是你靠警报啊 其他官员就说 我真是 真是怎样呢 真是 刚巧又让我看到你 你管不了你看到 我我我我我 甚至是我不用我的户口来看的 是吧 那你有张良计 他有过场梯而已 是吧 所以 到最后你都是要自己本身那个 就是 思想境界提高 而不是每下遇下 有些人说每下遇下 那 这个呢就是你好 人家好 民间好 智慧也可以发挥出来 那所以我们这些意见呢 80年代的时候呢 是真是 work的 那只不过是说 你说80年代嘛 那我都说 你看三千年 自从 汉武帝董仲书 所以 独尊仲书 所谓独尊如说 他就是用孔子那一套管治的理论 他不是讲孔子的这个仁义道德 那跟着 那就是一样 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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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我都說過《詩經》是禁書 《紅樓夢》曾經禁書 《西雙喜記》曾經禁書 是不是? 你很多是禁書來的 那不一樣 這個圓圓流腸 所以大家去看這些問題的時候 當然各自去計算自己的安全 和自己的意願能力 不斷地提升這些集體 也都是跨年代的智慧 這個來講就更好了 好了,今天跟大家交流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